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章 一到十节 我所沉迷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 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 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 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兴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地听从祂的话 那是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 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 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 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 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 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 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 使你可以得着 又必善待你 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 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 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 使你可以存活 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 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 逼迫你的人身上 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 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里 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 并你身所生的 生畜所下的 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 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 降福于你 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 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中 我们看见了神的慈爱和怜悯 也看到了神的应许 当神的儿女在过犯当中 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神就饶恕 而且要更新 要恢复我们 读圣经让我们看见 神的百姓 其实常常背逆神 可是神却应许 虽然背逆 只要回转 神就再接纳我们 所以当我们听神的话 神的祝福就会再次领到 就好像路加福音15章 那个浪子 那个小儿子 那么不听话 可是当他回转 他再次得到父亲的爱 父亲完全地接纳 神就是这样对我们 摩西把这些话告诉百姓 你做错事 你背逆神 只要你回转 只要你回转归向神 神就会立刻来接纳我们 摩西在告诉百姓 神的怜悯是超乎我们 所能够想象 我们所能够了解的 这些百姓 虽然纯心偏离神 可是神的慈爱 仍然要把他们 从这些被掳之地带回来 所以当我们悔改 当我们知道错了 神就会赐下新的恩典 更新的灵会在我们身上 而且神会赦免我们 带领我们来归向他 就好像大卫犯罪的时候 当他回转 当他认罪 神的爱依然在他的身上 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等到 我们四面楚歌 孤单无助的时候 我们才学会这个功课 有的时候人们 在忧愁痛苦当中 眼睛才会被打开 听见神的话 今天是不是有人 你在罪 在错误 在软弱 好像在失望当中 我们觉得我们 好像活在被掳之地一样 我们觉得心里面有盼望 可是今天不论你 离神有多远 只要你愿意回转 神的接纳在你的身上 神应许要给你 一个新的开始 神离我们不远 神就在我们的口里 就在我们的心里 当你呼求神的时候 神一定会拯救你 这是很多人的见证 我们在错误 我们在失败当中 在软弱 可是当我们呼求神 我们意识到我们错了 那个罪使我们痛苦 使我们折磨 我们不认识神 所以我们活在这样的 一个痛苦当中 当我们愿意接受 神的救恩 神的饶恕 人们常常经历 神的恩典 那个恶刺的机会 在我们的身上 而百姓的问题就在于 他们没有听 他们没有听神的话 没有听从神的话 就给百姓带来 很多的痛苦麻烦失落 不在神的保护里 就会在仇敌的欺压中 你就会被魔鬼攻击 我们就会变得很软弱 会变得很害怕 所以其实在今天的经文 非常的简单 他就在告诉你这件事情 就是你要顺服神 你要听从主 就会蒙福 第九节说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谨守遵行律法上的话 要尽心尽信归向神 神会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 你身所生的 牲畜所下的 地土所产的 一切都丰盛 因为神喜悦你 神就把福气给你 所以记得 不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都可以回转归向神 不要觉得说 我太坏了 所以神一定不会原谅我 我太坏了 一切都不可能改变 不 圣经上提到 不断地讲到 神的爱 神在呼唤我们回来 就在今天的经文里 他说我们要追念神 要归向神 要转回 要归回 要归向 神就再次地喜悦你 这个再次地 这个再 在希伯来文的意思 讲的就是 回转 当我们回转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即使我们这个人很差 可是神仍然爱我们 你要记得神爱你 神是以永远的爱爱你 神对我们的爱 永远不会改变 神是我们慈爱的天父 他不断地千呼万唤 要我们回转 要我们归回 即使我们不听神的话 即使我们受到咒诅 或者我们被分散在 天涯海角 圣经上说 神都愿意把我们带回来 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 神不要我们一直在罪恶 在错误当中受苦 只要我们愿意转向神 神就转向我们 我想到约翰牛顿 你看一个年少的人 他曾经贩卖黑奴 过着荒唐的生活 走自己的道路 可是他一旦 他意识到自己的罪 自己的错 他转向神 他的生命带来极大的改变 他写下奇异恩典 他带给许多人 伟大的祝福 当他转向神 神就改变他 圣奥古斯丁也是这样 他写了忏悔录 可是他的年少 也是一样让母亲伤透了心 流尽了无数的眼泪 可是当他转向神 我们看见神 更新的祝福 在人的身上 对不对 所以只要我们 运意回转 归回父亲的路 就不会太长 在第四节 今天的经文第四节说 你被感散的人 就是在天涯 神也会把我们 召聚回来 这个讲到神的爱 而在第六节这里 我们也看见神说 神要将我们心里的 污秽除掉 好叫我们可以爱神 你不能够爱神 是因为你心里有污秽 讲的是什么 污秽除掉 讲的就是行割礼 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 曾经受过割礼 他们是神 特别拣选的百姓 对不对 割礼 它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记号 讲的是神 要把我们心里的污秽除掉 神要我们受割礼 神要我们过一个 分别为圣的生活 神不要我们分心 当你分心 你就没有办法 专注在神的面前 今天什么叫你分心 钱财叫你分心吗 你的梦想叫你分心吗 你的感情 你的人际关系 叫你分心吗 叫你没有办法 专一的爱神 你有没有在这些事上 来分别为圣 你的感情 你的金钱 你的人际关系 分别为圣 讲的就是 我们要从这里面 要分别出来 从我们个人的 罪恶野心手段 我们从里面分别出来 讲的不只是外在 更是我们的内在 神要我们分别出来 神为着这个缘故 祂不惜地赐下 祂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给我们 就是要来帮助我们 透过耶稣的血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帮助我们来依靠神 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不然靠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 我们没有办法不去夜店 没有办法不与人同居 没有办法不说谎 不偷窃 你会发现这些事情 我们都知道不行 可是我们做不到 所以透过我们来依靠神 就可以 主教我们分别为圣的目的 就是帮助我们 可以全心全意地爱神 所以我们的心 如果没有受割离 你过一个掺杂的生活 你又爱世界 又爱马门 你又拜偶像 你又敬拜上帝 这个不是神所喜悦 事实上 这样掺杂的生活 又拜偶像 又拜神 常常就是我们 遭受咒诅的原因 所以只有当我们过一个 分别为圣的生活 让耶稣的宝血 天天来洗净我们的心 我们这样子来顺服神 活在神的同在当中 活在神的祝福里 你就蒙福 所以在今天的经文 它重点就是告诉我们 要听从神 要转向神 不管你过去如何 你的罪恶有多深 转向神 神就转向我们 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我们要学习 专注在神的身上 求神帮助我们 透过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给我们力量 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 可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神 伟大的神 祂内住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可以过一个 和神心意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求祢帮助我们 主啊 虽然有时候我们常常 在软弱陷在罪恶当中 可是主 祢帮助我们起来 主我们承认 我们所做的是得罪祢 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过一个和神心意的生活 可是主 祢帮助我们 我们要坚定地依靠祢 主啊 祢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让我们可以一直走在 一个分别为圣的道路当中 专一地爱祢 好叫祢的心 因着我们得着最大的喜乐 奉耶稣的名字祷告 阿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